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用心体会 精彩每一课 音乐名人堂 哈喽大家好,我是Derek何维健 何维健出生于1985年 他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 在新加坡参加绝对Superstar脱颖而出 获得男子组第三名 比赛结束之后和唱片公司签下合约 在2008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 近年来除了写歌演唱之外 也担任制作的工作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 所以我是在新加坡 就是成长在一个中收入的家庭 然后其实也不算是一个 要什么就有什么的 可是也不算是那种 什么都没有的 的一个小孩啦 成长的时候 但是我妈妈就是很喜欢 就是灌入就是 你要什么东西 你都要自己去争取 所以从小她就是跟我说 你是要上课是吗 你要除了在课堂上的一些需要的事情以外 你要学其他的东西 你都要自己打工 然后自己赚钱自己上自己买 所以那种这种背景是对我来说 长大后我非常非常会就是了解我妈妈的当时候的这个要我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我家里有一位姐姐 就是只有只有一位姐姐 然后姐姐大五岁 然后姐姐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女 一位女强人 对 所以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崇拜她的 我觉得我我的父母亲对我姐姐比较放心 因为我姐姐一直以来都是 虽然对音乐表演艺术很有兴趣 可是她都很比较实际一点点 可能她就会觉得还是找一份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比较安稳 所以她就会喜欢这些之余呢 她都会很努力的在念书 考到很好的成绩 然后就到社会工作 然后再用她的薪水来上她的舞蹈课来补充自己的对舞蹈跟音乐的兴趣 然后我呢就可能比较不像是很多父母亲希望看到孩子呢 就是就是毕业啊考到好成绩之类的 我也不算是考得不好的成绩你知道吗 可是只是只是我比较希望就是可以 竟然我喜欢音乐呢那就真的不要去做别的事情了 就是我我我一直都相信就是喜欢做什么就要去做什么 因为人生只会活一次 我觉得我我我我刚开始就是当歌手被签约当歌手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会稍微有些担心 就是其实因为他们都不晓得收入会是怎么样一回事 而且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是那种张学友 你知道四大天王的那种年代就是你一当歌手你就肯定 就是专辑肯定会卖肯定会就是收入方面就不用再担心 只要专注于在就是当你的歌手就好的那种年代 我已经是开始就是那种盗版已经开始了的那种年代 所以收入变成是一个未知数 然后我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 可是我是稍微算是幸运的一位 因为还好我就是不单单只是当歌手 因为我其实还会创作 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也帮人家拍MV 就当导演 所以在演艺方面的这个这一块呢 其实我也有其他的收入 可是这个收入就是也跟音乐很有关系的收入 就是音乐人的收入 或者是艺术人的收入 所以我一直都不会为这些东西太担心 因为而且就久而久之的 我的就是父母亲看到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会稍微安心一点点 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是 给我很多能量的一样东西 因为我从来没有找到其他的一样 可以让我就是用它来给我力量 用它来帮我度过我最伤心的时候 用它来度过我最开心的时候的一样东西 因为旧音乐可以不断的在我生活每一方面呢 一直在陪伴着我 所以音乐就是像是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 刚刚就是也有提到就是我从来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上音乐课 就是因为因为我父母都会鼓励我就是自己筹钱自己上课之类的 但是因为我每次暑假打工的时候赚了一笔钱 然后你兴致勃勃的想要去上课的时候呢 往往都都会有一些状况 就是好像需要用这笔钱来买课堂上需要用的电脑 或者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每次赚来的钱都很莫名其妙的就花在课堂上 所以我都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去上音乐课 但是这是我一直从小到大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自学 就只好就是看到好像学校有课外活动嘛 就是有吉他社之类的创作坊 就是创作的社团 我就会直接想也不想直接上去报名 因为我就只能靠这些方法来可能接触到乐器 就连我的第一个乐器也等到我21岁才会才有的 所以当时候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 就是接触到我喜欢的东西 因为这些都对我来说不用花钱 所以一开始呢 其实我爸爸在我7到9岁之间 就带来一个卡拉OK的播放机回到家 那时候还是VHS卡带的就是录影带的 所以当时候才开始就激起我对音乐的兴趣 表演一开始是表演的兴趣 所以当时候就一直唱郭富城的歌 然后就会在我的爸爸面前妈妈面前表演 然后那时候产生了表演兴趣之后 才开始产生了音乐这一方面的兴趣 所以就渐渐的一点一滴的不用花钱的方式呢 慢慢的来累积对音乐的经验 然后到现在成为歌手 我觉得一路来 我回想起的时候 我其实都对我自己算是 可以算是没有不后悔了 因为我能做的都做到了 当时候其实是在我21岁的生日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决定就是第一次 买我要的东西给我 所以那时候他就买了一把吉他 那木吉他 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当时候就是 没有乐器就没有你知道吗 一有就来两个 因为我父母买了一把吉他给我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就一起 筹钱买了一个键盘给我 所以当时候得到的那个心情是 当时有喜机而起啦 说真的 因为我拼了这么多年 然后终于拿到两个我想要的乐器了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很开心 你每天的爱在家 总该是时候看失眠 你身上所有的灰尘 该是时候扫一遍 给我把袜子讨好 给我把鞋子穿好 一步一步往上爬 重新开始再出发 我真的没救了 你这个人 说得出这种话谁不知道 悲观指数偏高 是自己的圈套 要记得晴天 剩得过下雨天 你的逍遥被我看见 就这样笑着笑着 烦恼不见 你就是我的太阳 别在乎别人 怎么想要记得晴天 剩得过下雨天 你的逍遥被我听见 别整天愁眉苦脸 开心一点 你就是我的太阳 只用你心得到我的呼唤 啊 我觉得就是创作对我来说 音乐真的是非常的疗愈 因为我发现不仅仅是 在你伤心的时候 才会写出好歌 说真的开心比较不会就是 哦我今天好开心了 来我们坐下来写歌 通常都是 哦好开心的去玩 你知道吗 但是 我是觉得音乐 真的是可以 是一个让我 可以抒发我自己的情绪的 一个方法 不管是伤心有时候 也会写出很开心的歌 然后有时 就是 伤心的时候 也会写出一些非常 就让你觉得 就荡气回肠的一首 抒情歌 我觉得 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物 应该是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接触 因为我是觉得 嗯 现在啊 科技就是让我们真的是 越来越疏远了 我们每次 不管什么东西 都传个简讯 然后就聊聊事这样子 当我们可以就是面对面的 接触的时候 我是非常珍惜每一个 可以跟人 面对面接触的 那种机会的 嗯 这几年 我开始越来越 敬佩我的姐姐 就是 非常非常的觉得 她是一个 呃 我认识过最坚强的一个 女生 因为 因为之前就是 姐夫就是突然间 抱病了 然后离开了我们 就是在 很突然的 一个小时内 就 就不在了 然后 她却 带着她的两位 呃 女儿 就是 还继续的就是 工作 然后给她们最好的 然后 呃 自己也很非常的坚强 然后 最重要的是 她也不会 闷在里面 她有情绪的时候 也会跟我们说 需要帮忙的时候 也会跟我们 说一声 而不是 闷在里面的那种 所以她 我觉得她是一个 她真的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 所以 我 这几年真的是 被她给 说服了 因为 你知道很多年前 一直都很爱我姐姐 可是 你知道 姐姐跟弟弟 往往都会有点 就是 有点竞争 的那种感觉 然后 这几年 我完完全全觉得 我输了 你最棒 因为我姐姐真的是 最棒的 我觉得我学到 从我姐姐上 学到最多的就是 她 她的坚强 我 长得这么大 应该没有看过她崩溃过几次 当我们家里 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 她却还是可以 很镇定的 在 适当的时候 都很稳定的 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 这不是普通人 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啊 我最大的理想 其实就是 身为歌手啦 最大的理想 就是开 一场 各个唱 所以 我还在等这天 这一天的发生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这个 能够在 这几年内 实现 我觉得幸福就是 每天在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对 我是觉得好像 不管是你在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在从中得到一点 学到了一点 然后或者是 让你觉得更开心的话 这个就是一种幸福 我要说的就是 悲伤指数偏高呢 是你自己的圈套 所以 大家要活得开心 本集音乐名人堂 为您介绍的是何维健 谢谢收听 雨晨晨 四溢的菠萨 何时能到达 可是路最终停在哪 时间一切发 你想分手吗 有我来好吗 坏人是我快把眼泪擦 沉默最可怕 是你不想沉眠的回答 却最诚实的回答 假装不了你不爱她 假装不了我哥德夏 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 假装不了你不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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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能快乐的我 寂寞我会想办法 你的笑不必再作假 答案不复杂 我会处理的很优雅 不怕有尴尬 快别愣在哪 不是说错吗 见不着你她 会跟牵挂 谁想装回她 是舍不得泪水她 是最爱的脸颊 假装不了你不爱她 假装不了你不爱她 Shift ! 静静! 静静!